直擊一家人場景這件事超窘 給你聽把他打爆雷 你拍幹嘛 我來給我 我把這司機都給你了 抱歉啦 徐編來到三立一家人 拍攝場景 臉上就是打血的 徐編賣亂 讓我們把時間鏡頭交給本日串場特拍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瑞萱 然後在一家人裡面也有小東 嗨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业家 业爸透露出行率最高的牛肉麵店 跟业家就是一個隔壁棚的概念 业爸嘛 四季牛肉麵在哪裡 在攝影棚啊 大家都很好奇牛肉麵在哪裡 我跟你講 在台北市舊內湖區舊中路一段159號 有一天我女兒也是來參觀 她很開心暑覺帶她來 她爸爸牛肉麵 四季牛肉麵 她就很開心就跑到廚房給她玩 阿嬤來來 回來看看 來照片 先讓我們給我們廚房看看看 來 歡迎喔 我的廚房跟這裡沒有了 阿嬤 通通 廚房就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走道啦 就這樣 阿嬤快點 來了 阿嬤來 阿嬤 阿嬤現在 現在聽到的平台是我啦 對啦 本來飛雲啦 阿嬤去談戀愛好不好 戀愛 呃 飛雲表示你們好好逛不要亂Cue啦 我們家最特別的來看看上面 天花板 沒有天花板 天花板都是真 我們都很注意小細節 就是我每次回家一定會鎖門 拿鑰匙回來就要 往裡面丟 是真的啦 這完全是可以開的 廚房 冰箱 是真的東西都可以用的喔 而且雖然呢 在戲裡面 這個通道往前走 是爸爸的房間 跟阿嬤 跟阿嬤的房間 對 但是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是四季牛肉麵 沒有啦 阿嬤還是四季牛肉麵 對 它是另外一個空間 它是走 來來來看一下小東跟小串 龜房 你看 好 對面還是空的有沒有看到 對面還是空的 那個是攝影機的 對 攝影機的味道 對 攝影機的味道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 你們最近看 在看電視感受怎麼樣 其實一夜到嗎 也會緊張耶 你知道嗎 緊張什麼 我一直看到 鬼魂跟梓俊出國去玩 買衣服一個四萬八 我們以前買是一百塊 你現在衣服也穿很好好不好 對啊 因為明明在戲裡 爸爸他欠很多錢 還有錢買新衣服 小夏嘛 小夏整個把我換掉了 我是自己設定的 謝謝啊 謝謝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樓梯 因為在錄影之前呢 光是他們就這樣爬上來啊 去調燈啊幹嘛 對 基本上喔 各位觀眾們不用緊張 我絕對不會碰到那個 至今後面不見的 然後 別爸爸在路邊趟 擺路邊趟 你們也不用擔心 這個小東呢 變成單親媽媽 沒錯 還有 對 你這樣劇態嗎 暴雷 暴雷 我堅持了 因為我是要講給編劇聽啊 喔 是喔 你現在在對編劇喊話 所以不是要對網友講話 是不是 對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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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唸 你